我們經常說內地方面和香港2月6日全面通關 我們和深圳方面都有很多不同的聯繫 怎樣可以推動深港聯動和一些科技上發展 特別是數字經濟上發展未來的趨勢是怎樣 我們請來這位嘉賓和我們談談 立法會議員簡慧敏 他亦是深圳市政協委員 Hello 簡慧敏 你好 Hello 簡議員 早安 簡議員 你好 Hello 早安 早安 簡議員先和你談談 Hello 早安 早安 我們經常說數字經濟在內地方面 似乎在這方面就比我們發展得快一些 你怎樣看數字經濟未來的趨勢呢 好 我說一點 因為數字經濟肯定就是未來的大趨勢 為什麼這樣說呢 如果我們可以很生活化地看這件事 其實差不多每一天我們都有做一定的電子交易 數字經濟其實就以我們的網絡世界 還有基於如果有數字貨幣的發展 其實數字經濟就可以發展得更加蓬勃 你知道我們以前經常說資訊科技 就是說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其實越來越應該向著數碼化 就是數碼科技為基礎 我其實在立法會動議過這個議題 為數字經濟和電子政務來到立法 當時都是全體議員都通過 我們就是可以推動政府 在數字經濟那裏多些做功夫 那麼數字經濟又內地的發展是怎樣呢 就是簡議員都是律師 長期都有關注內地的一些法規的發展 那麼內地好像走這個 這個叫做ECNY 數字人民幣 那個速度是否比香港快很多呢 那個發展空間又怎樣呢 是的 數字人民幣其實在內地 可以不僅僅與香港比 如果以全世界來比 數字人民幣在內地的發展 都是位於世界前列的 其實叫做CBDC 很多時候我們聽見簡稱 是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也都容易一些記 我們就經常叫做ECNY 就是剛才兩位講的數字人民幣 其實早於2014年 國家已經開始去試驗 去做一些實驗 開始去研究的 那麼2019開始 其實不同的市場 都有做一些試驗的 2020深圳更加在消費上面 我想粵普及其實就是令到 那個數字人民幣 是能夠大家去認識 那麼我不如簡單說一下 它有些什麼功能 其實它由央行發 一開始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就知道是央行發的數字貨幣 就是說它有法定貨幣的功能 就好像現鈔一樣的功能 而且還是24成7 如果我們要拿錢 有時候ATM機都會沒有現金 但是如果有一個數字貨幣 數字人民幣 就有24成7 不需要擔心支付不了 還有它可以離線操作 可離線操作 就是能夠做到普衛金融 你知道我國很大 就是在一些偏遠的地方 其實就算你沒有網絡的話 是可離線操作的 這個功能 就做到普衛金融 又安全可靠 以及不需要經過一些中介 直接可以用到一個法定貨幣 其實實際應用是 我們想不可以用香港人 用消費券來做這個對賞 就是說政府撥消費券之前 都可以直接撥下你的錢包 錢包來消費 想得很前沿 如果我們的科技也好 或是我們正在研究 EHKD 我想相信大家 或是聽眾都知道 我們是有道馬港元 或是英文就是EHKD 如果可以應用到在派消費券 這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應用場景 其實什麼支付工具 或是數字 數碼的東西 最重要有一個應用場景 例如我們見到八達通 為什麼這麼普及 因為它有一個很好的交通上 出行的應用場景 非常方便 所以如果你剛才看見 如果派消費券 我們可以用得到數字 港元 來派 其實就是節省了很多時間 手續 也去了中間那個 不需要經一些什麼支付工具 今天我們給市民選擇 透過不同的工具 如果是直接由政府 用EHKD 來派 未來都可以是一個發展 當然 我們都拭目以待 都期待 預算案 會不會再派消費券 很快就會知道 不過較早的時候 深圳 羅湖政府 聯同 中國銀行和香港百達通集團 合作 透過自助的拍咳機 香港人可以兌換數字 人民幣的硬錢包 怎樣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 怎樣去推動深港聯動 這個真的要讚一下深圳樂湖 因為這個在做跨境消費 這一樣的應用 剛才我們說到的應用場景很重要 如果你開發了一件事 能夠在跨境的消費上面 都用得著的 相信是會大大提高大家市民的意識 其實原來在內地城市 我們說近一點就是深圳 其實春節期間他們都發過 很大力去促內銷 發過一億的數字人民幣 用數字人民幣來發消費優惠給市民 這次跟香港 剛才你也提過的合作夥伴 在2月17日 其實就是羅湖來香港做一個活動的時候 就是去發佈了這個消息 其實應該是今天開始可以通過在羅湖過關的市民 可以去透過這個所謂他們叫硬錢包 為什麼叫硬錢包呢 就是它始終目前依賴著一張佛體卡 但實體卡裏面就栽住了一個數字人民幣 就是說如果你經羅湖口岸去過關的香港市民 在附近的一些中國人行網點 透過它的自助法卡的機器 就可以在那裡兌換做一個叫做硬錢包 因為它有一個實體卡給你 不過那個身份認證都重要 我們不想一個市民用多過一次 希望在那個認證上面又做得到 所以我猜就是這樣的原因 配合了八達通在一起 因為在八達通APP上面 我們可以做了一個身份的登記 比如是不是掛一個回鄉證的登記上去呢 透過八達通去認了身份之後 就出一個中國人行法的實體卡 裡面就栽住市民可以自己選擇了 你在八達通APP上面 你轉多少錢過去做那個數字人民幣的硬錢包裡面 然後就再享受那個做這個活動的優惠了 我聽到都不少商戶 有過千的商戶 它是offer一些優惠的 它不是直接給了一筆錢來 據我了解一下它不是轉了二百元人民幣 數字人民幣下去 是透過消費的時候 來給那個折扣的優惠 由那個折扣優惠的上限就是二百元 但是有了這個工具 我自己覺得 這個是第一步 我們拿著這個實體卡 或者叫硬錢包的數字人民幣 就是將來它可以有不同的分期 來做一些優惠就可以了 因為數字人民幣有一個特色 就是所謂它有一個可偏情性 它有一個programmability 就是你可以在一個特定的活動 特定的時間 特定的場景 來發放 以及可以應用 所以其實它的彈性很大 我先說到這麼多 看看兩位還有什麼問題 是的 我知道其實過去深圳 是很前去行ECNY 其中有些國企的銀行 去給員工那些食飯津貼 放在這些硬錢包那裡 即是不再發錢 可以在公司的飯堂 整個月就在那裡用 變成一個內部的使用 當前就好像這樣說 有很多玩法 譬如說有些優惠 或者怎樣 可以通過這個錢包 又可以做到 現在這個做法 就不是一個機構裏面 即是普羅市民 算不算一個很滑滑時代的做法 即是實體的應用場景 很開創性 是的 很開創性 因為這個其實是區政府 據我了解是區政府做的一個活動 所以你說那個200元的優惠 並不是那些商戶去退給你 是大家聯合一起去做 那就是政府的一個活動 正如你剛才說 可以有不同的場景 剛才你說的就是有些公司 或者是企業也好 或者是政府發工資 或者發一些津貼 用數字人民幣的方式 但你發了一句 它要有用的 據我所知 我剛剛開完深圳政協的會 回來的 就是15號 都知道深圳市政府在應用場景上面 都給了很多的嘗試 例如就是說 將來可以給市民交稅 或者支付政府的一些繳費 你知道很多繳費 在香港一樣 繳費可以用數字人民幣 因為你越多應用場景的時候 就令到普及化 你收了之後有得用 那香港人最擅長 就是有好處的 不會執書行頭 慘過敗家 現在你羅湖 最多港人往往來來 高峰期一天可以四十幾萬人 疫情前 現在這個計劃 其實市民剛才提過 簡議員 準備是怎樣 是否要在香港 八達通APP 才能下載 還是用實體卡都做到 有什麼準備功夫可以做呢 我不是八達通發言人 我想官方的 他們會有他的說法 常常都可以去那裡看 是的 常常都可以去看 不過據我所了解 就是可以透過八達通的APP 然後它的APP 因為你預先已經充值了 有一個港幣在那裡 但是那些港幣去到內地的時候 它就可以透過 剛才我說的 在中國銀行的網點 有些自助發卡機 那在自助發卡機上面 就用這個APP 來加上回鄉證 做了一些的識別之後 就可以出具了一張實體卡出來 市民就可以在APP上選擇 轉多少錢過去 那個實體卡 明白嗎 明白嗎 從港幣的八達通APP 就變成了一個 數字人民幣的實體卡 嗯 都解釋得很清楚 就已經做了兌換 對嗎 兌換又在裡面 由你消費 反還一些的優惠 或者是消費的一些 所謂的好處 剛剛Raymond說的 都會在那個 硬錢包上面去體現了 林明就問相關的機構 就會清楚很多 對 沒錯 最後想問一下 簡言言 其實你自己作為 深圳市政協的委員 怎樣在這方面 推動香港和深圳兩地 可以互相交流 互相互補不足 其實我自己覺得 雙方都很有意願 這個是很重要的 大家留意到 特首有講過 只是深港的專班 都已經有19個 有19個專班 而且我們看到通關 戶外地通關 2月6日全面開放 我相信兩地 都做了很大的努力 所以我自己覺得 一定要有專班的對接 你由高層的領導 大家都知道 明天特首會去廣州 和深圳 星期一 其實政務司司長 專門就著高端人才 那個人進 和港澳大灣區 在深圳也有對接 所以我覺得高層領導 專班要發揮作用 就著方方面 譬如我們通關的便利 一地兩檢 是否可以除了在 現在在深圳灣 可以寬寬些 人流便便利了 人流物流便便利了 剛才我提到 我們剛才討論的消費金融 或者應用的場景 亦都可以多些去推動 譬如前海 都有說到是現代化的服務 是嗎 其實那些法律 會計 顧問等等 在前海落戶的時候 可否有些多特質的進展 吸引他們去落戶呢 又或者數據之間的互聯互通 即兩地的數據 如何來再打通一些 知識產權 或者一些發明 一些科技的東西 在兩地是否都可以互認呢 其實很多 如果給我時間 是可以一路這樣說 包括我們剛才的數字 人民幣的應用場景 都是我們兩地可以緊密 這個話題相當之豐富 所以 都真的相當之豐富 亦都牽涉到兩地方面 不同的地區 如果有機會 真的要邀請立法會議員 简文敏女士 上來和我們詳細談談 下次來接方身 因為時間不夠 先跟你談到這裡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 你們 愛福 哪裡 你 為人 自行 不知道 知道嗎? 不會